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的话其实在大家看到每天都像八点档一样 很精彩也很热络 当然在投资上面来讲 就会很多的投资朋友 就会去聊到所谓的选举行情 选举行情 然后包含就是说会 国安基金在这地方会做一个护盘的动作 所以其实大家在市场上 普遍在投资人的心里面 都会有这样的预期心理存在 不过个人的看法会比较倾向 就是这个他只是一个 就像我们前阵子月初的 那个美国大选一样 他只是一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来讲的话 其实他并不会实质的去对所谓的选举 一般我们所谓的市场的趋势 去造成多大的一个冲 冲击跟变化 所以平常进去看待就可以了 那有时候我们过度去期待说 国安基金这段时间确实有进场 但是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他并不代表说他会进来互盘 而让这个行情能够平步轻云的一直往上涨 那在这样前前提之下来讲的话 你太过度的去把这样的焦点 放在选举的这样子的一个选签 会不会有一个上涨行情 这样子一个期待来说的话 通常都会比较辛苦 比较吃亏一点 那我们还是一样回到整个大盘的这样子 一个日线图去看 你就会知道 其实最近的大盘 他就是呈现一个横向的一个区间的整理盘 那在经历过整个10月份的大跌之后 很明显的 他就是要用整个时间在这个地方 反复的来回去做打底的动作 我们在前几次一直提到 现在目前最关键的 对于多方来讲最关键的部分 还是在于整个月线的部分 那大家会发现整个月线的扣底 在下个礼拜一开始 他就要开始去扣低点了 也就是说现在在走平 甚至于往下的这样子的月线来讲的话 在下个礼拜就有可能会走平 开始往转为上扬 他在底下变成是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支撑 就能够去带动整个大盘的部分 去进行到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 多方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气势 是 那我们会去观察的是 那现在盘有时候好有时候强有时候弱 那我们就要去观察一些细微的点 例如说像最近很多很多的 股票或者是族群 他都有出现所谓的利空的一个新闻的消息 去挑战他的整个基本面的疑云 那你会发现像大力光已经跌得很深之后 在前几天 苹果这几天的下跌也会导致说 好像对于这一块来讲 他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前景的一个利空 那包含像国具被动元件的部分 也是在前几天他出现了所谓的就是 他的整个苏州场的这个整个产能的部分 去做一个缩减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些的利空出现之 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们就要去检视说 他通常我们在打底底部现象来讲的话 他都会在股价的低档 他会出现多次的一个利空 去冲击他去刺激他 那只要股价在这个地方能够去守稳 不要再去创新低来讲的话 通常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去做一个测试之后 把一些没有信心的一个投资人洗出去之后 通常把那个地方都比较容易出现一个短 短线的一个底部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去留意的一个现象 那回到主轴 这段时间虽然大盘没有太明显 指数上面并没有太明显的一个上涨 可是最强的主流 我们已经提了很久了 大概提了快一个月时间 就是还是在整个矽晶元的这个部分上面 毕竟他有基本面的加持之下来说的话 比较是只要整个盘势去稳定之后 他就比较容易股价有一个很明显的上涨 那我们一般讲的惯性的改变 惯性的改变来讲 其实会发现不管是中美金也好 或环球金也好 你都会发现说 他已经站上了月线之后 他现在就是处在月线跟季线之间 去做一个横盘的量缩整理 就是等待下一次在出量的时候 再去发动攻击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火种还是隐藏的 在这样子一个盘面当中来说的话 那这样子的一个多头的气氛 暂时性就还不会那么快的 去做一个结束的情况 那我们就等待他什么时候出量 再去突破站上季线的那个瞬间 就表示他是下一波的发动的开始点 那再来就是工具机的部分 工具机他是比较早去打出一个日线上一个比较明显的底部 尤其像雅德克的部分 他整个底部头肩底都打得非常的完整 他也整个站上了季线之上 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来说的话 本身他的整个业绩面来讲也获利不错的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发现底部打出来之后 月线跟季线在底部 在低档开始出现所谓的黄金交叉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这样一个情形之下来讲 他比较容易在一旦大盘开始发动攻击的时候 他会比较是属于先头部队 去做一个往上攻击的这样一个态势 所以这都是比较适合去锁定的一个方向的标地 跟主流类股 那另外的话除了我们看到 就是已经先落底 先打完底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地跟族群之外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从筹码面的部分去看 这段时间 有时候大涨 有时候大跌 涨涨跌跌过程 震荡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有些的法人 不管是外资还是投信 他又比较积极的 再去做一些布局跟着墨 连续性的买超 那这段 那散户的部分在融资 也是处于一个 就是同步在做一个递减的一个动作 在出场 那这样的情形之下的话 我们的解读就变成说 他的法人在买进 散户的筹码在流失 那相对来说的话 他就比较容易出现所谓的筹码稳定 安定的一个效果 再加上他的股价相对比较强势 那像我们看到的一个例子 联发科 他也是处在一个 月线跟季线的一个横盘整理 那加上这个筹码优势情况之下 已经先进来布局了 那就等他什么时候点火 出量攻击 那就会造成另一波的一个多头的一个 涨势的一个开始 这都是可以去琢磨的一个重点 那再来就是像这段时间所提到的 就是低润的部分来讲 会发现 其实低润内股 他跟矽晶圆跟工具机都很像 他都是在整个波段跌升之后 在这个地方出现 比较明显的一个底部的现象 那一样在做整理 然后低档也都爆大量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去等待 这种具有基本面题材的 这样子的一个标的跟族群来说 他最近可能也许在下个礼拜 他有一个哪一天他出现带量攻击 突破季线的那个瞬间 就是你去进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点 是 好 那所以我们这边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说 以目前的整个大架构来说 他还是属于空头的一个反弹 所以 个股的表现一定会优于指数 所以不用太琢磨说整个指数的部分 有多大的空间去做一个反弹 你反而去找到好的标的的话 他的利润反而会比较明显 那再来就是多头这个地方 来回打底的过程当中会比较比较难熬 但是他的防线 最后的防线是9400点不能跌破 如果一旦跌破的话 就会变成是 那就会变成整个反弹就结束 又可能是往下再去创一次 再开始一波的跌势 这会比较麻烦一点 那第三点就是说 你要去锁定的是已经打底完成 强调是要打底完成的 而不是那种还在每天创新低的 这样子的一个标的 去找寻打底完成 而且站上季线的这样子一个跌生股 他会是你在选择标的当中 比较适合去做操作反弹 这样子一个标的选项 那第四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你可以多留意一些法人筹码的部分 他有很积极的在进来布局 而且股价重点是股价 他是维持强势不跌的 那这样符合条件情况之下 都是你可以去选择的一个标的 那第五就是 我们刚所提到弱势股 绝对不可以再去做 再去走弱 再去创股价的新低破新低 只要他不要去扯后腿的话 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多头 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时间点 最后我们刚刚提到的选举 其实最怕的并不是说 预期说执政党或者在野党的获胜 而是怕的是 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出现一些所谓的重大的突发事件 像我们之前提到的 之前有所谓的311枪击事件 什么的 那个才比较容易会造成 整个股票市场出现 比较大幅的一个波动 那只要不要出现这个现象来说的话 我相信这个选举的结果 其实大家都已经在符合预期当中了 就不会有太大的情况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 是谢谢漫漫老师的分析 那么更多最新消息 欢迎持续锁定财经直通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